國企鄉農作文 比高山納破壞的情形是很嚴重 雖然農民用幫炮 那才是遲到來關高山納 但是效果不是說太好 因此立法院長來生 今天就基盤記者會 要請農民來睡眠問題 為了農民都相當想起到無難 希望政府可以來重視這個問題 高山納看起來是很可愛 但是收容太多的時候 就是接近嚴重的問題 國企鄉農民受到的影響是非常嚴重 不但辛苦人會做無況破壞 還會影響到基盤的生活 讓農民都相當氣氛並且不來 整山都很高就對了 所以我的收容真的比 比人家更加多 這很嚴重的 為甚麼會高這麼多 因為我們這些地區 大家都是種過世 結果高一大樓到家裡 越攤越多 怎樣 怎麼說就差 比較惡貴主人就是這樣 因為高山納是無優雷 在地基盤實在是無辦法 除了利用網路總結的問題團出去 今天也在國企鄉基盤基者會 邀請很多農民作為來討論 農民表示 因為動物無優的問題 所以只好使用砲和刺口的風險 但是效果並不好 但是現在是連我們都要怕猴子 因為他太大群了 我們要跟幾個人 你把沖沖把他放他 他看一看 他要比我們更差 有這麼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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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跑 他怎麼會不會出去看 很好的 那根本就沒有 吃膏了 膏了 之後就變好朋友 立法委員長列的聲標示 會向政府歡迎這個問題 並且提出相關的政策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讓農民可以安心來競爭 不僅任務協議 檢查農民的損失 已經提出相關的政策 也算得民眾 有相關的訴求 都可以向公訴跟農會來歡迎 這種方式來做電圍網 經過把我們 差不多兩分地的圍繞圍起來 讓我們的膏子 不敢勤勤 來損失農總部 再來就是說 希望提高驅趕員 派專輪來驅趕在膏子的經費 提高補助 我們希望農民有需要的話 都可以直接跟我們的公所 跟我們的農會來升級 那我們就可以提高大家的收益 到山下的問題 已經存在很多年了 很多農民都是要靠沒馬賽 管夫表示 會在明年申請經費 賓車是比較合適的辦法 希望讓住在山區的民眾 都可以競爭安心 記者創上林 蔡宏寶德